新北市议员陈一军和新女性协计会8月份继续开设基耐力课程 目前新河班还有名额将于8月14号开课 在每个星期二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上课 为期6周 欢迎迎发长辈们踊跃报名参加 一起来动健康 大家一致排开坐在椅子上 手拉着弹力带 这群上了年纪的长辈们正在进行基耐力训练 为了维护银法族的健康 新北市议员陈一军与新女性协计会 共同开办基耐力课程 因为广受好评 8月份持续的办理 目前8月2号开课的新店大峰班已经满额 8月14号在安和活动中心上课的安和班还有名额 每周二下午2点到4点 两个小时的课程中都会有专业的讲师代理 总共两个钟头 我们前面是在半个小时的有氧运动 那中间的半个小时是激励的课程 还有带一些游戏预防我们失智 那最后一个是一个伸展的运动 其实这个都是我们新北市政府的一个动健康的课程 希望我们老人能够预防失能 快乐老化 越活越健康 新北市议员陈一军指出 台湾已经步入高龄社会 长辈的健康问题需要多加重视 因此借由这样的动健康 静耐力课程可以帮助老人家减缓老化 而他也观察到许多活动都是由女性参加者比较多 所以鼓励男性长辈多多走出家门 除了可以来动一动维持健康 还可以拓展社交权 包括把彼此之间的联谊 互相的认识 加入这个课程里面 所以非常鼓励我们下一个阶段 星期四的下午 大峰社福馆这个班 以及我们星期二下午的 安和活动中心的这个金耐力班 有更多的男性长辈 我们的各位哥哥弟弟们 叔叔伯伯们呢 也来响应 新北市新女性协金会表示 每次的课程为期六周 一周一次每次两小时 目前只剩下安和活动中心的场次 还有名额 所以想要报名的民众动作可要快 欢迎电架2915-3456 名额有限而满为止 记者杨帮小方琦 新店采访报道